丈夫患上梦游症八年 每晚都会跑去菜地翻土 妻子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默默跟在身后 等丈夫翻完土回了房间 她再重新拿铁锹 把土填平 因为担心丈夫会感到自卑 所以妻子从未提起过此事 然而这晚 她在替丈夫填土时 意外发现了一件疑似女士的衣服 在联想丈夫有个失踪八年的前妻 顿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吓得浑身颤抖 胃里猛然窜出一股反胃 八年前 美玉在亲戚的介绍下 嫁给暗恋四年的化学教授陈丽 原本婚礼的一切都十分美满 直到敬酒缓解 一个叫小青的少女 直接把酒洒在地面 还说是即便自己死去的姐姐 她就是陈丽前妻小红的妹妹 不仅拿酒破扎满 还警告美玉说 美玉的警察闺蜜 将她带去后台休息室 闺蜜主动问起小青的事 才知道陈丽之前结过婚 可惜后来失踪了 所有人都找不到 便只能登记了死亡 但前妻失踪的这些年 陈丽一直照顾她的家人 还给前丈母娘买了新房 一开始美玉也觉得心里不平衡 但后来想想 陈丽倒不乏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然而美玉也没想到 新婚荡晚 丈夫再一次开始梦游 闺蜜和男友正巧住在客房 听见动静后急忙追了出来 只见美玉一直跟着陈丽 看着她在后院里挖呀挖 美玉淡定的样子 应该是婚前就知道她这个毛病 等陈丽挖完了 美玉就淡定的帮她填土 她是个十分要面子的人 以为只是个梦游而已 不想把无关痛痒的毛病 弄得人尽皆知 而闺蜜却觉得十分不对劲 等他们走后 又跑去把地重新翻了一遍 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凭借多年行政工作的经验 闺蜜觉得这件事并非梦游这么简单 这时她想到婚礼上的闹剧 或许跟陈丽的前妻有关 于是闺蜜回到队里 找同事借来小红案件的资料 发现小红失踪八年 四年前才宣告死亡 于是闺蜜找到当时侦办的民警 得知小红失踪以后 陈丽一直在寻找她 甚至重金悬赏二十万元 人人都夸陈丽有情谊 可四年没有一点消息 最终灰心失望 只能申请死亡 然而 派出所的同事告诉闺蜜 之前有人找到疑似小红的女性 让陈丽到派出所去指认 可她隔着玻璃看了一眼 就认定这人并不是小红 给人一种十分敷衍的感觉 同事的话不由让闺蜜更加疑心 于是又找到妹妹小青 小青说 姐姐进精神病院之前 和陈丽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当时陈丽因为专利问题 遭人被刺 还欠下几百万的巨额债务 那段时间 陈丽状态格外差 都是小红陪着她挺过来的 但之后没多久 小红就疯了 还被陈丽送去精神病院 那么按照小青的说辞 小红患病和失踪 或许都和陈丽的工作有关 于是闺蜜找到陈丽的前同事老刘 小红以及钱超四人 曾经是最好的工作搭档 也一心要研发出 新的特效药造福百姓 所以在陈丽的带领下 四个人没日没夜加班 特效药终于问世 本以为能够攻在千秋 结果研发成果被钱超窃取 并申请了全套的专利 开了大公司当了大老板 还贼喊卓贼把陈丽告了 告到她不仅倾家荡产 还道歉 钱超六百五十万 经历了人心的险恶后 陈丽便彻底一蹶不振 可小红究竟是怎么疯的 老刘也说不清楚 于是闺蜜来到精神病院 调取小红失踪前最后的画面 她是独自离开医院的 医生说那时候的她已经康复 并且达到出院标准 可陈丽偏让她再治一个疗程 所以医院特批她可以自由出入 闺蜜回警局后 对着监控视频仔细比对 发现有辆黑车 曾在小红出院时段 在门口停留大约四十五秒 这足够让一个人上车开走 同事根据车牌信息打过去 发现这是租车公司的专车 好在公司保留了所有车辆的 GPS路线信息 闺蜜发现这辆车最终目的地 竟然是陈丽的老家 这下闺蜜更确定 小红失踪和陈丽有关 她十分担心美玉的安全 于是火速来到陈丽老家 听邻居大爷说 几天前陈丽母亲去世 她带着美玉回来奔丧住了一晚 恰恰就是这晚 美玉在帮丈夫填土时 发现了深藏在菜地的秘密 闺蜜是个心细如麻的警察 她发现门缝里面 还有残留的血迹 墙上也有被铲过的痕迹 接着她又来到后院 菜地里一片心翻的土 立刻引起闺蜜的注意 她顿时想到美玉结婚那晚 陈丽梦游挖土的画面 闺蜜赶忙拿铁锹翻找 果然从中 找到一具女性尸骸 闺蜜联系了当地刑侦组 对事故进行定类比对 确认就是小红的尸首 而此时陈丽已经带着美玉逃了 美玉爱了她八年 如今整日过得战战兢兢 她决定把看到的说出来 陈丽不得已向美玉坦白一切 原来八年前 小红在一次制药中 无意制出一种浓度极高的毒品 原本夫妻俩只是当成一种失误 后来陈丽被钱超暗算 欠下650万赔偿款 追债的又天天上门 陈丽已经被逼疯了 走投无路之时 她想到把毒品配方卖给毒贩 这样不仅可以还上欠款 还能一夜报复 可陈丽的做法却惹得小红不满 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害了多少人 多少家庭吗 穷不可怕 吃苦也不可怕 可是散了良心太可怕你知道吗 因为这件事的打击太大 小红渐渐患上了精神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小红的病情有所好转 陈丽便决定把她接回去 母亲也说可以照顾小红 饭桌上小红又劝说婆婆 让陈丽去警局自首 可婆婆却早就知道此事 她出卖的是她的知识 又不是良心 可那个是毒品 那是黑人的 好人神心 婆婆担心 小红坏她儿子的好事 所以趁着陈丽和她吵架的时候 一抚头敲碎了儿媳的脑袋 并嘱咐陈丽把她埋到院子 可自此之后 她就患上梦游症 也因为梦游暴露了自身罪行 陈丽想带美玉潜逃国外 可惜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两人的行踪 已经被闺蜜掌握 逃离注定是一条死路 自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人心的贪念 就像是无底洞 如果一开始不克制 不打消 那么终究要酿成惨祸 将身体和灵魂都带向死亡